系纸前东路社区大楼传统公寓不少停车位一直不足 之前传出公有停车场要收回80个停车位没得停 引起附近居民强烈反弹 再加上事前地方都不知情民众很难接受 所以之前立委审发会赖品于国会办公室 以及新北市议员张景豪就在立法院召开了一场 系纸从德停车场持续使用及暂缓终止租约的协调会 当天从德里长苏宏杰也前往参加表达黎明诉求 那因为未听取地方的意见 那造成地方住户非常大的反弹 当天的协调会我有提出 就是说我们要请听地方声音 地方意见跟地方的需求 还有交通的冲击及停车场的冲击 停车格的数量冲击 还有机车格的数量冲击 租中心在这方面都有听起进去 那也希望说在后面的协调会跟说明会的时候 能够表达出更多的意见让租中心来了解 这边附近很多的民众都有停车的需求 然后这一次就是跟审发会立委 还有赖平渝立委他们国会一起这边来做协调 然后因为国宅这边要盖租的时候 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呢 这个停车场会再续租一年 当天经过讨论后 大家达成共识会再续租一年 因为有关于国家住宗中心 在细子规划推动的崇德好宅 这块预定地原本是公有停车场 而在设宅后续从设计 请照到动工约要一年时间的情况下 为了兴建顺利也兼顾里民停车需求的权益 延长停车场的租约 让里民租约到112年的7月底 住宗中心他承诺说 我们先做好交通评估 然后先多办公听会 然后以及说明会 让附近住户能够了解这个社会住宅的规划 那也尽可能的去满足我们社区附近住户的一个需求 让整个反弹生意能够降到最低 未来这边呢还是会有停车的 就是在盖国宅的时候还是有停车的需求 那我们也会协调那个崇德国小的第二校区 一起协调 看到时候在盖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停在那边 施工期间也会再找找看 有没有适合停车的空间 而接下来住都中心也会召开地方公听会 说明规划 让民众清楚也了解地方需求 让公共建设能够推动 也将对地方的冲击降到最低 这层慧林是指采访报道